我们讲有 有是对绒毛膜及羊膜的描述 有字后来引申为成装东西的皮囊 女孩子庆祝的工具 在预测中她表示肺 大肠 这个子 如果临子孙要望 那么这个人酒量必大 在现代生活中 女性要么不喝酒 要么酒量就大 酒色两个字是合而为一的 代有的字都跟酒有关 有为中秋八月 心金色 那么它色如白水清明 它为阴金 有为四中 因为有它是金 所以呢 须亥是金的本来位置 须亥位就是乾公 就是天门 中微金属 四中敲响 声音响彻天门 所以 有是在正西方 它在天门的边上 四呢 又是西方佛界的代表 有碰上银木 这个字就很吉利 叫做宗明古英 所以啊 有金和银木之间 不仅仅它是一个相科的关系 其实它还有一个 大木遇到小金 这种修饰 装饰作用 它有宗明古英的效果 有金在河图的迅尾 东南方 是红炉炼金之地 我们说四火是金的长生地 就是这么来的 所以四月之火不灭金 它的性质由此而分 顺行 入炉炼体 逆行 伐木是微 顺行是金的气息在升华 是气态性质的体现 逆行是固态的体现 只是如果在日月 动摇上有土 金得到帮扶 那么力量才能够强大 才能够砍墓 否则 有金是磕不动荧幕的 有金细腻 气质亲和 它为孤独的桃花 有孤芳自赏的性质 遇到水 有摊花恋情之相 而不能自拔 有为宗顶之物 是成型的金树 所以欲为寺庙里的金钟 因为它建吟有 中鸣古鹰这个形象 所以呢 在人的事业上 比如看一个人 如果有这种组合 刚好这个又临逝遥 那么这个人说话声音很大 同时又很谦虚 虚怀若骨 又有点像银者 这样一个形象 有慧成身有虚 与三河的四游丑合成金居石 它成型的金气 不需要火再炼 只需要金水疏发 于日月或动摇中 由火来磕 就会被销毁 否则 当这个三者相聚的时候 金的力量是最强大的 有金呢 因为它是八月 这是金的气质分界点 因为过了八月之后 就是虚土了 所以说它是个气质的分界点 有金再遇到 天干上 或者是在日月中有金 比如有庚金 心金 或者其他的金 那么这个有就容易是刀的形象 我们断 说你家床底下藏一把刀 你家哪里挂把刀 其实用的就是这种方法 就是在日月中或者动摇中 见到有金 哪怕它是天干上带金 都是可以这么判断的 它的立项 为小型金属 以小型金属器材 能用金属器材 为真酒 为街匠 为铁塔 为寺庙 为基等 它主皮肤 四肢 金水相逢 容易这个人素质比较高 做事诡秘 因为水它有暗藏性 玄武 它是一个暗中 叫偷这样一个形象 所以他们俩 碰在一起的话 就做事很诡秘 还有主金融 镜子庭院 饰品 刀具 等等 在环境上 它代表 飞机场 汽车站 修理场 五金店 化妆室 手术室 打把线长 等 在纹目上 它是椭圆形脸 性和眼 皮肤细白 个头失踪 代表小妾 女生 理发学徒 在人体中 代表 脸 缺对唇 背 右肋 手臂 小肠 精血 呼吸系统等 在疾病上 代表 口腔之机 牙齿之机 咳嗽 肥不好 胸部有问题 水域不振 等等 下面我讲虚土 虚土对胎儿投生时的描述 甲骨文的三角形符号 它表示的是女人的阴门 遇到相合的时候 只一门紧闭 欲冲 分开 箭头型符号 表示的是孩子要冲出来 如果用在男人身上 虚土表示 男性的性能力大小 磅时男女性机关都大 弱时微软性质 多于皮肉 因此 因为它出于前功 前就主大的 所以说虚土它代表了大 虚属羊土 祝火毁金 欲望向 那这个男人的欲望 必强 如果与桃花星相会 就是比如卯虚相合 见到女人 他就想上 这个字 跟丑字对女性的描述 是相呼应的 这个字 还代表性病 命门 和胃部等 虚土为 季秋 结令是能力的九月 虚是火库 所有的 钝铁丸巾 都靠它锻炼成形 虚为辽原 深秋九月 那个时候啊 草木都枯萎了 一般的农村 会烧草 就是把地里的耕草 会烧掉 加上虚属于土 所以有辽原之称 正因为如此 陈虚都是贵人不道的地方 陈为水库 而虚为火库 水火是大自然的主要气息 主含造石 枯湿 气息交构后 则四十五行之气皆长 它的气息结构呢 又比丑味复杂一些 作用力也大于丑味 丑味代表人世的生死吉凶 贤婿代表天地的生死之气 天地不交哪里来的人呢 贤公之虚 顺行到砍公的子水位是至寒之地 能滋润大地 迅宫的臣 顺行到离 交于无火 是至阳之经 不照万物 所以它均为化生 交构之相 逆则吹有金 金神无存 因为它是个火库 它可以把金给你消融了 虚屠位于西北方位 在洛书的钱挂之内 在虚中心金为西方余气 居左 雾土为寄生之土 为本气居宗 丁火为木气居右 在虚土中所藏的心金 为气态的形式 丁火呢也为气态的形式 只有雾土的本气 它才是固态的 与其他之相合相科 都会形成一种质的变化 对极雄有很大的影响 因为以固态形式出现 它可以埋金 淬金与质水 以气态的形式出现 它是金的鱼气 是纳髓仰木 而存财 所以这个虚土 它是很特殊的一个物形 非常不好理解它 有时候它出现在挂宗的时候 我们的取向上就很难判断 而且它的身科 极雄育育的时候 就比其他的地质要复杂一些 由于它是木库 又有隐藏这样一个特点 是五行储存之处 和水器调配 有一点作为 遇火器 有些伤害 因为库宗的金兽是 它与尘土还不有区别 陈宗是以木 是东方的鱼气 但陈宗有鬼水 能够培养这个木 所以呢 以木之气不灭 而虚土宗的心金 虽然为西方金的鱼气 但其中藏有丁火 它会把这个心金给消灭掉 有这样的危险 有日月动摇中的水 才能助长这个金气 因为可以把这个丁火 给灭住 所以呢 陈宗的以木 容易破土而出 而虚土中的金 易土宗金埋 这是它俩的区别 虚土在河土宗的梨卫 对于正南方 属于盛夏世界 气息燥烈可向而知 遇水或顺行 才能调解于燥烈之中 而成为吉祭之下 虚土由于有心金 与丁火的气息 在库中活动 它走五位方向时 是逆行的 金变成财 有财的含义 而害子方向是顺行的 金生水 官贵其数 那虚土在九月的时候 草木枯萎 然后燎原之后 就变成了能家烧草的 化肥肥料 然后开始耕种 所以啊 虚又为火的目的 火能生土灭金 贵成毁灭之相 虚土以卯木相会 就成了这个燎原之事了 这是秋天枯草被焚的景象 形成村入烧痕 而枯草成润 所以来年就有好收成 于是未来所彻之事 更好 有贵人相助 所以虚土 有时候它代表的是贵人 在四木之中 痕虚相冲 是损害大于丑味相冲 痕中有乙 雾和鬼水 与虚宗的心金 丁火 雾土相交以后 金金商乙木 鬼水商丁火 酷气全被毁掉了 因为痕是木之鱼气 虚是金之鱼气 鱼气的力量 它们都非常强 相冲之后 就会受损液严重 里面所藏的金木 都不能用了 而丑味中呢 虽然也藏金木 但它们的木气 水火为鱼气 木中的土呢 有调节水火 这样一个作用 而金木得到寄养 实际上是水火相交 在木气的损伤 相应的来说 要比陈虚小很多 陈虚呢 它是鱼气正冲 对水火的影响要小 对于鱼气的损伤 就大了一些 加上水火本来就有 极济之功 所以呀 损伤就会又少了一下 而在相冲与相科中 损伤最大的 就是两个五行 一只 它的实力相差不多的时候 又出于对峙状态 而如果一大一小的力量 那么损伤之力都相应的小得多 这就像两个人打仗似的 两个人实力相当 拳脚相加 都打得很凶 假如一个大人去打一个小孩子 因为那小孩子打不过你 虽然他跟你很牛 你用不着 对他使用多狠的暴力 只要两个耳光就能把他打跑 所以他就是这个道理 在类伤上 虚土有虚伪 奸诈狡猾欺骗 隐身为表面上好 实际上比谁都坏 代表风湿病 也代表男性的性器官 虚土是代表花果山 厨房 砖挖厂 电电锁 门墓 弹药库 牢房 厕所 加油站 变压器 油房 矿山 山洞 天门 命门 宰沙之地 监狱 刑场 法场 门墓 港岭 有香火的地方 在人物上代表 个子高 别梁直 能民 清洁工 一谱形象 生道 孤寡之人 信佛之人 佛教用品等 也主 阿人 黑社会 盗墓者 玉丽 丑妇等 在人体上呢 它可以代表为 命门 手腕子 鼻子 皮肤等 它对应的身体部位 腿 足 胃 皮肤 肌肉 在疾病上 代表胃出血 鼻炎 关节炎 皮肤骚痒 下面我再讲 亥 亥水是胎儿降伤时的情景 亥有养子和腹子 预测总表示肾 血液 脑 淋巴 骨髓 这个字 对繁衍后代 健康遗传极为重要 亥水在后天拔挂中 位于西北方 在前挂为之 为雨雪盖屋 遍地白茫茫的形象 土到了这里 而失去暖河 金到了这里 而生阴寒之气 万物都难以舒展 亥水在河图中的离位 位于正南方 就是在河图中的位置 它属于盛夏的季节 这就是民俗所说的小阳村 所以寒水中 浮藏着暖阳的精气 是阳气内冻的形象 所以呢 古书上说呀 寒药暖有气 造药湿有根 河图对待原理 那么河图 它那个关系就是 仙天八卦图的形象 所以钱在南方 亥水就跟着走到那个位置 亥水中 它的挂配离 就是香祭 水火有香祭 这样一个形象 因为钱挂 在仙天八卦中 它在离位 那么跟着钱挂中含有亥水 刚好在离位上 就形成这种位置之下 其他五行地支 在艺术的对待上 都是在周天八卦中 相互交替作用的 由此才能显示出 地理上和五行之间 那种相互的作用 亥水中的甲木 随随漂流 顺行东南 犹如存行万里 西行金利 则根滥深浮 爱水中的人水很大 西行金水是泛滥 日月中有水望 胜注启示 日月见中是木 那么为顺行东南为止 春江水暖 这些都是五行顺逆运行的原理 关于五行顺逆 我在后边具体的挂技中 还会讲解它如何去运用 这些东西都是以前别的 已经是没有讲过的 所以在分析六窑的时候 我们配顺逆之机 才是五行之魂 并非深刻忘衰 就能把这一切的吉凶都讲尽了 不是这样的 亥水七性耗尽 七是奔腾 所以为五海应光 亥属水像五无规矩的地方 亥为悬河 大河之水奔流不息 所以成为悬河 亥又是天门又属水 悬河之相非常明显 可以理解为 暧昧之人 不收本分的人 阴暗之地 厕所排水沟 亥呢 还有主 失心妄想 坐在那里什么都不干 就在那乱想 爱遇到银是甲木银路 化水成林 这样一个形象 如果在日月 一动摇上没有金 来相磕 就能得到贵人的主力 这才是真正的六合 那如果有金 磕这个野木 这个合就合不上了 日月即动摇中 欲火 嗅气流通 欲木合 合化成功 玉土有损伤 不能发挥相合的力量 四火遇到害水相冲 对两只的损害都很大 害毛卫呢 三合成木银 为取之人寿 是醉际相磕的金 而成为相战之士 在人物上 它代表小溪 泉水 臭水沟 污水坑 厕所 猪场 楼台等等 在人物上 代表耳朵比较长 少女 自来水公司的人员 半人 在人体上 代表阴道 膀胱 头 血液 泌尿系统等 在疾病上 代表血病 月经不调 一经 倒汗 脚便炽热 有怪物浮身 那么可能有学生说 这么多东西 怎么来代表 怎么来取向 我们用一个实例来看 比如这个罐 你要是问你撤什么事 他说我撤房子 能不能卖出去 首先我们找到用神 父母尘土 还有个位土 先看尘 后看位 如果按我上面讲的 六合宗 尘有合化金 又发现 挂宗有一个兄弟有金 他撤的是房子 是否能卖出去 而这个出现 和兄弟 你就可以判 算是房子有人看中了 因为尘有相合了 而且 五瑶兄弟 他的位置 代表眼睛的位置 就是有兄弟 朋友 有别人 看中了这个房子 但是呢 陈土还没有动 说明 只是看上了 对方还没有买 再看 陈和有的含义 有金 的人物形象 是团圆形脸 明亮的性眼 皮肤细白 个头失踪 我们就能对挂主说 有这样一个人 看中了你的房子 因为尘土代表了房子 所以你在尘的形象上 要去与房子相关的 你不能说人的长相了 尘土所代表的环境有 卖地 田团圆 土岭 坟墓 不花盆 泥泞指路 当然 你还要问清楚 这个楼是高楼还是平房 对于平房来说 你可以断 你这个房子在土岭上 田园处 如果是城里 你这么断 肯定是不对的 可以断 你这个房子处 可能以前是个坟墓 房子的边上 在有一条土路 那么我们这么取向的时候 你一定要根据 对方实际情况去判断 同样这个城 如果有人说 你看我父亲的身体怎么样 那多只代表 疾病方面 它代表糖尿病 皮肤病 骨炎 声音嘶哑等 所以 一个卦中 每个地质的形象 它的取向方法 绝不是 随心所欲 想当然 你想怎么看 是怎么看的 一定要根据卦 根据对方的实际情况来判断 我后边在取向上 也还会专门有详解 详细的解读 详细的解读